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對於想要進演藝圈的來講 做演員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一個好的人生選擇 我們今天要請了八位明星 他們分別因為所扮演的劇中人物 而受到了非常熱烈的歡迎 可是這個有一個互作用 就是可能大部分的觀眾 記得是他們在劇中的名字 而不是他們本人的名字 我也不知道他們介不介意 這件事情所以今天要來了解一下 歡迎八位明星 來 歡迎八位 我們八位當中沒有這個困擾 是中間兩位大哥 中間大哥跟前德文大哥 你們兩位的大名大家都知道 他是大哥 沒錯 你比他還要再晚輩一點嗎 沒有晚輩 是親一歲 小一歲 你們只差一歲 可是我都自己叫他爸 那長青大哥會不會看起來真的 33年次 長得我... 站在我旁邊 像我大兒子 你怎麼用 對啊 你要問長青怎麼搞的嗎 你要檢討... 怎麼搞的 長得像我爸 所以長青大哥你出道幾年 50年 50年 這是我聽過最長的說話 所以你第一個角色就是演戲嗎 還是歌手 你原來是歌手喔 對 是歌廳嗎 我以前剛錄那個三博英台 台語的喔 台語片的梁三博英台嗎 黃梅調 對啊 那你唱的教學 台語的黃梅調嗎 對啊 好好聽喔 我沒有聽過耶 牛三博跟照英台 天公來安排 好啦 可以... 我沒有聽過台語黃梅調耶 真的... 所以你說的台語片就是那個 在全台灣都是什麼王哥柳哥 由台灣那一段時間 還比他們晚很多 還去參加舞燈獎 然後那個李銳洲主持的 羅北安應該也不... 你記得李銳洲嗎 李銳洲 那名字好很熟 但是... 你到底幾歲啊 我48年次 可是你入行好像沒有那麼久對不對 沒有 因為他一直在舞台劇這邊對不對 原來在教書 然後在舞台劇 你應該會被人家認為 是跟長青大哥同一輩的人耶 應該是吧 我猜我15歲 還有一個很早期的人物 你記不記得NTV頻道那時候 那個有名的廣告 就是在下半生 用九九神功的方法 調了一台電視機 所以那個主角是張浩銘耶 歡迎你好久不見 你好 你帶了什麼 我帶禮物送給你們 這是什麼 因為我們那個中級班的宣傳集已經過了 那總不能再拿那個寫真書 所以我拿我們店裡面的 謝謝 謝謝 馬克杯 聽說他是這個名... 很有名的店的老闆之一耶 對 沒有 就是小小投資這樣 你算是大股東嗎 對 真的是 是小股東嗎 張浩銘 今天為什麼沒有帶那張 你幫NTV頻道拍的廣告的照片 那個我不知道收到哪裡去 我本來要帶的啊 可是...就忘記了 現在小朋友都不知道那張照片了是不是 應該不知道 但是好聊那張照片是不是沒有露臉 沒有啊 就那個... 有臉... 有臉 但是就是毛巾圍著 他的動作好像是一個很用力的動作 就這樣啊 我記得當時西門町院回來 掛了一副很大的台報 就很大 對啊 那是NTV台... 在台灣創台的時候的廣告是不是 對 沒錯 可是你的成名作是終極一般 對 張浩銘今天帶了一些他當model的時候的照片 好 浩銘請坐 謝謝... 我們看一下張浩銘當model的時候的照片 浩銘跟我們那時候就已經有碰過了 你應該有上過那時候的節目吧 對 你看他還有這種 露肉的照片 所以本來是想要好好的當帥的模特兒 也不敢說帥就是想說有個性點 結果莫名其妙就去演那個喜劇了 OK 所以模特兒當了多久 大概15年吧 對 那你覺得張浩銘現在被小朋友們 認得的角色是... Sorry... 你不記得所以說Sorry嗎 不是啦 不是啦 我在講他經典台詞 對 Sorry 一講Sorry大家都知道 真的嗎 寶山哥嘛 錢德門大哥會知道嗎 錢爸 SORRY... SORRY... 錢爸不知道你在幹嘛啦 錢爸你看得出來他在演哪一個角色嗎 常青大哥知道嗎 SORRY... 怎樣 所以這是哪個角色 這是那個金寶山的角色 因為我每次有時候被... 就會被那個汪東成他演那個汪大東 就會被揍嘛 然後被揍的時候就馬上說 Sorry 東哥 抱歉 Sorry 所以聲音要尖的 那你模仿不像啊 Sorry 東哥 抱歉 Sorry 勇哥 不好意思 你是曾志偉 有點像 像...有像 所以現在還在演那個嗎 有 演了... 隔了八年演終極班二 然後受視率很好 然後再來終極班三 然後一個月前才演完 那我有個小小的要求嗎 因為你剛剛收了我的禮物 我每次看電視都說你抱男明星 我可以主動要求讓我抱一下嗎 不好意思 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我那個抱是很神聖的 這八位你要抱誰 錢爸 我剛剛是基於禮貌跟尊敬 我抱了他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下一次抱他是什麼時候 對 沒有 因為那個抱亂抱的話 下次被我抱的男明星就會覺得 我根本就是... 不是 這樣子... 因為說我也怕我下次上不了 所以我想把握出這個機會 想抱一下 我可以跟你握不上 因為他只抱鮮肉 謝謝 不好意思 謝謝... 他用摔角是招式對付 真的嗎 真的 你沒有 我不騙你 你就沒有下次了 你這種得寸進食 真的沒有 可是我看電視他都可以抱帥哥 康哥不喜歡這樣 真的 導播製作人也不喜歡 你真的完了 真的還是... 後面你真的不要會 而且還有一個犯一個忌 你把我們現場的七個人之外 你把所有的工作人員 你都忘了 你只送三位禮物 我們都是錢 這很失禮 完全...完全失敗 我們不願 錢爸就在你們那個年代 是很失禮的事情吧 很失禮啊 還有張昊明剛... 還有張昊明剛跟我們聊天的時候 他一直擋在 長青大哥跟錢德文的前面 你知道嗎 對不起啊 不好意思 你入行那麼多年 怎麼還那麼失禮啊 我就第一次上節目很緊張 我已經關掉了 要接嗎 大哥 張昊明旁邊那一位說來過康熙耶 你有印象嗎 我覺得他很紅 可是我不記得他有來過康熙 你覺得他很紅 因為他演的戲有紅過一陣子 哪一個戲 新兵...新兵系列 是新兵系列吧 是 我上...之前上康熙是新兵之前 然後我是跟我哥表演口技 你跟你哥是明星嗎 那時候我們是街頭藝人 然後...那時候還沒有拍戲 你要讓別的明星看一下嗎 好 可以啊 可以麻煩你 好 需要麥嗎 這樣就有 他上次來的時候 他上次來的時候雙下巴有這麼大嗎 好像沒有耶 你剛剛...這邊要佛樂了 因為出現的時候會膨脹 OK 像蛤蟆公一樣 那漢典一定說得出來 錢先生的劇中人物名字 不要說說得出來 演出來都OK啦 真的嗎 對 Sorry嗎 不是啦 再Sorry就完蛋了 報告班長 昨天晚上沒出來啊 今天頭都不得了 我是兩棟四五T 一營一連夜大同 你剛才這是模仿余晨慶耶 所以是剛剛他演的這種嗎 沒有這麼複雜 所以報告班長你怎麼演 那你演一下 我小時候通常是緊張的時候 會口急啊 他報告... 報告班長 我是一營一連夜大同 你完全沒有演到口急 你... 你不是說他的特色是口急嗎 在戲中... Sorry 我稍微啦 那遠方那三位超紅的 你總是知道了吧 這個OK的 所以他們是... 整套 完全整套 等一下 他們是誰 召喚獸啊 我都已經要那個召喚獸了 然後他們三個人各自的名字呢 開玩笑啊 我們說是本人的名字 本人的名字 這種問題來講 如果有做功課的主持人 是一定知道的 確定嗎 他你們要先示範 你們要先示範 你們要主持人 我們想把表現機會給新人啊 真的嗎 他都主持過金馬50了 他還在乎這種表現嗎 當然是教練耶 好 我們歡迎趙漢獸 歡迎 這三位可以演一下 你們那個典型的自我介紹嗎 好 大家好 我們是趙漢獸 就這樣 這很短耶 還有比較長耶 好 預備 開始 有愛情的地方 就沒有我們的存在 每次受能量 每次受能量 每途受能量 歡迎趙漢獸 所以前派應該不知道 他們在做什麼吧 你知道他們是來自什麼戲嗎 不知道 對不起 他們是來自A片的 不要亂講啦 前派他們最近參加演出一部 叫做總撲施的電影 票房非常好 在台灣非常受歡迎 趙漢獸導演的電影 趙漢獸掌相喜感 小S的畫家是聽不了 妳可以聽過來 讓S看下平視嗎 好不像人類喔 妳做很像魔朵那種漫畫裡面 思想 假包女孩大頭 就吹下去會爆掉 感覺是蠻好拍的耶 好好拍喔 好像賺藍高水 妳這樣拍都給她爆掉 沒關係 奇怪 這是很奇妙的感覺 可是你們剛才在做那個 口號的時候啊 我覺得其中有一個人非常尷尬 對 對 我本來就是演尷尬 就是你感覺好像很不想要加入這個團體 不是 因為這個角色就是我的定位是尷尬 你可以起立一下嗎 S你知道她是平面模特耶 應該是 因為如果伸展台的話可能不夠高喔 你是模特喔 以前十幾歲的時候 後來發生什麼事 後來就覺得想要做正常工作 去做了什麼 自己開店 哪一種店 賣飾品 就是... 串珠啊 那些就是手工飾品 是你自己串的嗎 對 都是我自己做的 所以過得好嗎 就... 之前... 不好 不是 這一陣子 這個東西已經過時了 對啊 所以店收了嗎 還在繼續擺 因為當初貨買太多了 你現在很多成貨 對...很多成貨 那你看到他們會生氣吧 不會 我覺得就是有時候 可能拿去街園 街園 你們三年當中 最常被認的是誰啊 小花 陳彥佐 對 換你站起來好不好 所以你是哪裡來的 台北 台北人 對 然後一隻都是... 從小就是這個樣子嗎 你說造型嗎 對啊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是一直在籌備要演出嗎 沒有啊 他現在瘦很多了 對啊 髮型跟眼鏡都是 本來就這樣嗎 對啊 你是說你本來沒有要 進入演藝圈 就這樣打扮自己 就走在路上這樣 是為了什麼 喜歡啊 這很有型耶 他很像陶瓷娃娃耶 就是你碰他的頭 他的頭會點的那一種 反正就是陶瓷做成的娃娃 你可以進過來 讓S看一下皮膚嗎 妝有點厚 妝太厚了吧 對啊 對啊 沒有很好 你知道很像某種那種漫畫裡面 假裝是人類 假裝你拿大頭去吹他 可能會爆掉 對 他感覺消掉 他像不像舞台照了面照的人 對 他的臉呢 輪廓和五官真的是滿特別的 因為他這邊很像是演電影 故意要演胖的人 然後裝的那種假的肉耶 對... 這種Style東西啊 真的嗎 好嫩喔 他們兩個都會這樣欺負我 感覺是滿好拍的耶 不要拍嗎 好好拍喔 好像灌籃高手裡面的 你在拍他可能會爆掉 所以現在路人看到你 會拍你這兒嗎 不會... 你沒有開放讓路人拍是不是 要開放了 陳彥佐 所以你不戴眼鏡的時候 方便借我們看一下嗎 差很多耶 可以看嗎 還是... 你介意就不要 那不要 不要嗎 是沒有那麼可愛了是不是 就因為我鼻子跟眼睛都很開 那你站到這裡來背對攝影機 然後對S拿下眼鏡就好 背對攝影機 差很多吧 不是 好奇妙喔 對 對 我要怪你 因為你是某尊神 你才是我的女神喔 不是 因為他長得真的 很不像人類耶 他像唐朝的蛹 有沒有 對... 就是從那個古木 挖出來的那個蛹 太特殊了 演藝圈的那個 演廣告的比較豐滿的人當中 他比較算新的對不對 對 因為這好像是花那個 相撲的那個 對 花... 你現在沒有在緊張吧 沒有啊 OK 可是我剛剛先瀏海跟眼睛很緊張 沒關係 只有他一個人看到而已 差很多是不是 就是很奇妙的感覺 因為他很喜歡用那種 你私底下太多多講話 彥泽 歡迎妳要請坐 謝謝 田先生 康哥好 老師姐好 聽說你要當歌手啊 沒有...但是就是我其實 我小時候是學鋼琴 然後也喜歡創作這樣 詞曲創作 然後有發表過幾首 就是現場歌手的作品 他有名的廣告好像是泡麵 對 對 因為我其實 我好幾支廣告 其實跟薰島合作的 有好幾支 就泡麵啊 然後蠻牛啊 你的泡麵廣告的表情是哪一種 在和體邊 然後旁邊的人在繳泡麵 然後我是要吃我的菠蘿麵包 就一吃 就覺得旁邊真的太香了 然後最後就說 同學也在恰例子看 Hernable這樣 漢倩 他表情比你好耶 對啊 他剛剛聞到泡麵香味的表情 比你好耶 怎麼可能 因為你那支泡麵廣告 完全沒表情耶 酸 香 爽 脆 你看他的表情... 你看他聞到香味的表情 你沒有那個 對啊 小漢倩 酸 酸 你好像中邪喔 你不是 你這個 你為什麼泡麵廣告表情 你雖然講了四個字 可是表情一模一樣耶 沒有 我有認真看過 你有認真看過 酸是什麼 酸就是酸 香 香 酸 脆 真的一樣 因為我還特別提出來 四個表情都一樣對不對 泡麵 酸根本沒有酸的表情啊 怎麼會這麼平衡 他還解釋那個是什麼 成一片一片的是不是 對... 因為前緣一定會做出酸跟香 是不一樣的表情吧 我可以試試看 酸 對啊 這才是酸啊 香 爽 脆 對 他有變化耶 幹嘛找你拍啊 你還那麼跪 SORRY 拍開始啦 你這個錢爸 你這個錢爸也不知道你在演什麼 錢爸 剛剛我在演什麼 是聖昂潤嗎 不是... 什麼東西啊 沒有 那個孩子啊 你真的要考慮一下 好 錢爸還有一個角色 你看看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角色 好 這什麼 這是電影裡面的一個嗎 沒有 這是一個很... 大家都知道的角色 趕快跟我講啊 薑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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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薑屍... 對... 外國薑屍 所以田淵恩 你是他泡麵廣告方面的前輩對不對 對 我現在26歲 然後從20歲開始 陸陸續續好像拍好幾次廣告 泡麵的這樣 都是走喜劇類嗎 對 我這輩子拍了兩個廣告 一個是在郵輪上拍了一個廣告 平面的 一個是前一陣子拍了一個家具廣告 法海 對... 法海那個好酷喔 好酷喔 不過錢爸那個法海的角色 白蛇是來自於之前你演新白娘子傳奇 我想應該是他們那個... 那個要拍廣告的那個想到這個 所以他們就找我了 可是新白娘子 召喚的時候看... 你們的年齡有看到新白娘子嗎 我是23年以前演的了 他們還沒有出生 所以那是... 就是老三台的那個年代嗎 新白娘子的白蛇是誰演的 一個是葉童嘛 葉童是演那個嘛 一個是趙雅芝嘛 趙雅芝 那是電視劇還是電影 電視劇 電視劇 趙雅芝和你也知道吧 我聽過...趙雅芝 葉童 葉童 你以為他在一起看什麼對不對 你每個都是佳姐 然後前輩又馬上前輩 常情情的門 現場畫家常 小妹子批樂超真實 白蛇哥你演戲演得 最長的戲是多長 就天天開心那13年多 13年 然後那個鳥來駁十一年多吧 兩處合起來二十五 不要再問了好不好 真的啦 你看喔 四十年怎麼會說得晚 誰會不是把青春交出去的 對啊 對啊 可是我兩處有三年 我兩處戲耶 三處戲耶 我兩處都養著老人 前爸聽到小朋友曾經去開過那個 首飾店這種事情 應該就是演員們 一接不到戲就會去做些別的吧 我的感覺喔 演員啊 就好好的做演員吧 你這個隔行如隔山 這是在我來說 我開了兩次餐館 開餐館 通通垮掉 不是生意不好 生意好到爆 那時候還沒有信用卡 來的人都簽帳 而且來的都是矮螺子 你怎麼可以接受人家簽帳 矮螺子懂什麼意思嗎 就是外面混混的那些 矮螺子 是因為你開的地點嗎 還是... 一穿石石穿百啊 就來了 就這樣垮掉 所以那是因為 你沒有跟人家收錢才垮掉啊 小姐 那些 那時候是... 那個時候是... 台灣秩序是... 不是 台灣秩序是最壞的時候 所以餐館倒掉 有把你演戲的秩序都賠掉嗎 不但賠 而且還雙倍 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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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簡單 海鮮是一定收現金的嘛 酒 一個禮拜收一次 已經很給你面子了 肉 一個禮拜來收一次 青菜也一個... 你到時候沒有辦法呀 你怎麼用 你要一直付給原料供應者 可是你收不盡錢嘛 對啊 可是你怎麼還會再開第二次啊 專箱第二鍋 最後一鍋 請 我不說了 不能再說 好心腸 保重 所以後來就不開餐館了 不 不能碰 所以我剛才說不要... 所以長青大哥做過別的生意嗎 我做過很多 也是因為演藝師事業 有一點控的時候嗎 沒有...我是在二十幾年前 就開始做店 咖啡店大型的 三百坪這樣 三百坪的咖啡店 四百坪 是在台北嗎 台中 生意怎麼樣 從那個十一點就開始客門 到半夜 有收現金嗎 都現金啊 那個因為便宜嘛 沒有矮羅子 所以現在那個餐廳還在嗎 咖啡廳 假如說還在的話 那我就不用再演戲 怎麼了 你不是說生意很好嗎 那一個月都賺一兩百萬 結果呢 結果那房租到了 結果被拿走了 我要跟他買那塊地他也不賣 那你有換一個地點開就好啊 那塊地我本來是四千多了 我說五千給你 不要找 他還不要 你看 既然講這麼豪放的話 對啊 因為我生意好啊 每個月都賺一兩百萬啊 那你為什麼不再另外找一個地方 有啊 我在台南找啊 一個四百坪啊 一個月賺三四百萬 唉唷 真的 怎麼會那麼好賺啊 結果呢... 結果呢 結果這個... 這個... 這個矮羅子 矮羅子又來了 在那邊攪檳榔啊 然後穿拖鞋啊 就在那邊這樣 很難應付喔 會跟你們收保護費是不是 沒有 他也不講 他不會收保護費 就在那邊聚在那邊 氣氛就不好 對啊 穿拖鞋啊 白布鞋啊 就在那邊攪冰冷 抽煙啊 你看 所以... 那個氣氛完全不對 我是高雅 我那個氣質是滿高雅 是 有Piano... 然後上面還有玻璃 裡面有水 你看 我前面還有瀑布 還有那個...那個什麼叫水融 我什麼都有耶 我弄得好... 有Camping 那不是比你什麼 然後我那個餐廳大 你知道 他從那個出菜口 拿那個牛排到客人的面前 本來是這樣嘛 鐵盤的 本來這樣 他那個煙會這樣 跟著你 結果一拿上來 怎麼都沒煙 煙掉了 煙掉了 對啊 你看 所以後來也就不敢再投資餐廳了嗎 有啊 後來就投資很多啦 還有 有現在還在的嗎 那個酒店啦 酒駕啦 所以你是一個很熱愛夜生活 對 你喜歡夜生活 都是一些那些 你現在還有再上酒駕喔 我沒有啦 不上的 沒有 現在都不上... 都不上 漢點 那長青大哥的有名的角色 這你總知道吧 這總知道啦 對啊 來喔...來買煙錢喔 現在來賺錢喔 十八鼻子 六鼻子 五鼻子啦 漂亮... 對不對 角色名字叫做 香腸婆嘛 香腸婆 其實喔 我之前哭了 七鼻子好 對 什麼 三十九年前 三十九年前 一部叫《水雞頭》 沒聽過對不對 因為你年輕嘛 水雞頭 那個才紅 水雞土 對 水花土 對 那個紅啊 紅得不得了啊 本來是要演二十幾電檔戲 我是視鏡進去的 對 對 沒有靠什麼人事喔 就視鏡喔 然後就男主角 你看 好吃嗎 讚... 所以... 這是你現在在做的生意嗎 我做的是有雞的 有雞的什麼 香腸 香腸怎麼叫有雞 所以說 因為那個豬吃的東西 那個豬吃的飼料 通通是有登記的 有雞飼料 對 能夠吃什麼 都有身分證的 這樣因為 這樣才對這個香腸有個交代 所以現在是有店面 還是說是在網路上賣而已 在網路... 生意好不好 好啦 他在生意都好耶 對 可是他為什麼 這個... 所以說這個有閒機 其實我叫... 我是天公兒子 天公我老爸啊 你有乾爹在上面 我爸爸啊 是玉皇大帝 對啊... 我們大家都天公兒子嘛 所以要叫他老爸嘛 對 是 有人保佑 其實人喔 人講說你一生當中 有兩次三次的好運 那不得了 對 我一直不斷耶 所以演戲方面也... 所以你現在是在跟我們講說 你一直到現在人生 都非常順利是不是 對啊 怎麼會這樣 可是因為他的臉看還很苦 你就是... 就是一直好像 不是在講好吃的感覺 真的嗎 你看我皮膚 你看 跟你一樣啊 多好 好嫩耶 不過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為什麼男生碰到你 都要講自己皮膚 我有做保養品啊 我有做保養品 保養品也成功嗎 也成功嗎 也那個啊 牛腸汁啊 東蟲夏草我都做 所以你是富翁是不是 可以這樣說 富翁的第二啦 首富的第二 二富嗎 對... 請問... 大富是在船上那個大富嗎 船上哥 你演戲演得 最長的戲是多長 就天天開心那13年多 13年 然後那個鳥籃博11年多吧 兩週合起來25年 然後都是每天播嗎 對啊 每天播啊 你看 你看就是要賺多少 那你拍得累不累 我把我的青春東西交給大家 不要再問了好不好 他一直說不完 你看喔 40年怎麼會收得晚 誰會不是把青春交出去的 一個演員 對啊 可是我兩出... 我也43年了 我兩出戲耶 兩出戲就把青春都用光了 你是年紀長啊 年時間拖得長啊 對啊...可是我... 我也是啊 我也是唱歌 跳舞啊 我要當舞蹈老師耶 這個你說過啊 我教過三... 我教...他們不知道啊 我教過三十幾個 因為有兩個人 其實還可以下...下一盤棋嘛 第一位就是這樣被你追來的啊 沒有...我是被他追的 你說他太太是跳舞... 跳舞老師的時候追嗎 不是 所以錢帕你出道的時候是演戲嗎 誰 你 他唱歌的啊 他唱歌 你也是歌手出來的嗎 你狗屁我怎麼唱歌 我很久 我是演戲啦 你是演員 你是先演話劇嗎 有...舞台劇也演過 那時候是流行那種比方抗日的劇那些嗎 還是... 沒有...我已經再進步一點了 OK 然後就立刻有跟老三台簽約嗎還是... 有 台視主動找我簽約 我這個好自豪 不得了 第一家電視台 對 現在中視演了一個戲 高峰 郭小雄 我 我演闖王 這是我的第一部戲 你演闖王喔 對...民國五十九年 接著台視找我演黑馬一號 田文仲先生的 他是男主角 我是當那個發報員 就兩個字 事事 我那時候在電台上班 兩個班合起來才一千兩百塊 那半個鐘頭就九百塊 所以演電視好賺很多的意思是嗎 對 我是家母 我從小就父親過世 我是家母把我代當 家母是公務人員 接著就繞台視找我去演《青宮殘夢》 張兵玉張阿姨 演慈禧太后 我是禮賓尚書 然後那現場啊 都是現場啊 然後...你要聽嘛 你說連續句是現場播嗎 現場播 你說那個酬勞九百塊比我晚耶 我是七百 你不要打仗 那你叫我... 《青宮殘夢》是現場播出嗎 現場播 壓力很大耶 對 那個台詞啊 是真的一整夜啊 我一口氣 開始啊 蕊的時候 那我就看著張阿姨在說話 然後張阿姨就說 那個...你啊 只是個大成禮賓尚書 你不能正眼看我 那我就把頭低下來 所以我臉什麼都沒有看到 反正就一直背完 也背完了 然後第二天就打電話 管理組就讓我去簽約 所以一簽就在台灣電視公司 待了18年 我已經30歲了 我都沒有交過我女朋友 然後我也不想交男朋友 你從來沒有交過女朋友 是在市裡面嗎 但是...真實 那到現在還是在市呢 在市 你能理解她沒有... 從來沒有交用那種況 那是什麼 可是你為什麼要講出來 其實我也不太理解她本歌 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是妳什麼 真的嗎 什麼北洋老師的角色 這很經典嗎 她是孩子的媽 三個 她是孩子的媽 對不對 她是孩子的媽 她是三個 你幹嘛跟小孩子聊生活裡之事 就是孩子的媽嘛 孩子的媽 她是演媽媽 她常常... 所以說她是孩子的媽 她經典台詞是這樣 因為她都演爸爸 你說她的經典台詞 就說別人是孩子的媽 對 別人是這樣嗎 是 比較有人知道的是庸婦 就是蔣林美秀 我可能不會愛林 這個庸婦 這個庸婦 他是孩子的媽 庸婦就是平庸的婦人嗎 對... OK 那潘妮應該知道 她的角色的名字囉 那個啊 宥卿的爸爸 叫做... 她們在市裡面都是說宥卿爸 真的 宥卿爸 就是宥卿爸 你拿到劇本的時候 沒有你自己的名字 就是陳爸 我就叫做陳爸 陳宥卿的爸爸 陳媽 所以你... 你是常常跟林美秀搭檔演夫妻嗎 對 從第一部電影聽說 我們兩個就演彭于晏的爸爸 然後後來又在電視上面就是 就是我可能不會愛你 林依晨的爸爸 媽媽 你們兩個生出彭于晏 沒有觀眾有人養 還是林依晏的爸爸 他說看電影會覺得一頭霧 林依晏 超現實的一部電影 就是歹足出好損嘛 也沒辦法 魔幻電影 我們兩個會生出俊南北 美秀真的是一個好演員 真的是個好演員 美秀就是跟總... 他們一起演總部師 最近很受歡迎 真的好演員 沒有話講 所以召喚獸 你們現在紅的程度是說 走上街頭就會有人 跟你們比召喚獸的動作嗎 所以最... 潛雲安你也覺得最常被認出來 是中間 是小花 小花嘛 她叫小花喔 對 外號 為什麼 要講嗎 很無聊的故事耶 就是以前國中的時候 懶頭髮 然後把它剪掉之後 就變一點一點像花了 她就叫做小花 來 先把B雞把雞肉吃 就我們自己叫人家講的 那也不用這樣啊 可是小花你有很怕被定型嗎 還好耶 小花最近有個受傷的經驗 小花去百貨公司逛的時候 被桂姐認出來 可是好像遭到了不友善的對待 是不是 就是那個說 你看那是召喚獸誰誰誰 然後另外一個就說 然後就是我就想 可是小花出了名之後 就是會遇到各式各樣的評論耶 現在開始有路人會在你們那邊 留言罵你們了嗎 我還好啦 都是比較正面的 那有沒有人很愛你 我是說真的愛那種 就是要得到你的愛 沒有 沒有嗎 就是紅了以後也沒有人說 我就是要把你聚為己有啊 沒有 她比較可怕 有人寄那個泳裝照給她 男生 什麼東西 寄泳裝照給她 她有男生緣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阿德收到的是男生示愛的照片 常有 常有嗎 對 在哪裡收到 FB 對啊 然後他們的意思 然後我就會給他們看 所以你這樣不是比小花 等於有占到便宜嗎 就是你都要對你獻身 不是 因為我已經30歲了 我都沒有交過女朋友 然後我也不想交男朋友 你從來沒有交過女朋友 是在戲裡面嘛 還是...真實 你沒有交過女朋友 就沒有道理啊 其實我不太敢跟女生... 所以你是說你從來沒有跟女生 發生過親密的行為喔 他可能沒有交... 他可能沒有交往過 可是他可能就是殺人無數啊 你不知道 他不一定沒有發生過親密行為 所以是哪一個 都沒有嗎 這很丟臉的動作 沒有 你還沒有丟臉 這是創紀錄耶 康熙應該沒有機會遇到30歲 那到現在還是在世男喔 在世男 之前有一個歌手是嗎 新加坡的歌手 黃靖倫 現在不知道是不是 過了一陣子 也過了一陣子我們不確定 怎麼在背後這樣討論別人呢 這個話題是你先開的這個討論 沒有 因為對於漢典這樣整天 在Motel裡的人 他沒有辦法理解 怎麼會有人 沒有... 你能理解他 你能理解他沒有...從來沒有過嗎 這不好理解 可是你為什麼要講出來 其實我也不太理解漢典哥 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你憑什麼 也沒有下次了 沒有辦法 你可以去啦 你可以去我不說明的部分 你說他憑什麼可以去Motel 跟女生怎麼樣是不是 而且還很正 對 我看了那時候報紙一打開 我想 第一個想法不是想說 跟漢典哥做這種事情怎樣 沒有 我只是第一個想法想說 憑什麼 可是阿德比較傳奇 他的外型沒有道理 單身這麼多 因為你要說他是黃曆行 好像也有一點可以走那個路線啊 你再講一次 沒有 說回來 很好 沒有 阿德你外型很好耶 你為什麼會不交任何一種朋友 我不是不交 我也有追過女生 但是就是大部分可能就是 都不了了之 小花也有就是 帶他去夜店過啊 你帶他去夜店 你比他還有資歷嗎 因為我女生朋友比較多 你去夜店也是穿這樣的打扮嗎 不會啦 但是造型的就是這樣 你又給小花那種一個神龕 他就是直接 從神龕裡面走下來 就用神像的 所以你去夜店都玩什麼啊 我就喝飲料啊 然後會跳舞嗎 年輕的時候 以前的時候 五歲 六歲 你是跳韓國女偶像的那種舞蹈嗎 那太可怕了吧 蔡依林的 Grooving而已啊 他跳舞很可愛 Grooving 是左右這樣擺動是不是 不會太誇張 小花會Grooving Grooving 是腳 那不是我代表的歌 我代表的歌 那就是韓國女明星啊 不是 小花跳得超好看的啊 是... 所以你帶阿德去阿德不跳嗎 就我都把我朋友介紹給他 然後他都把我朋友嚇跑 對 他都會介紹說妳身分給我 對 因為他都會直接說 我要娶妳啊 什麼之類 我朋友說妳介紹這什麼人給我 給我講出來幹嘛 他有問題是在那裡 他不會表達 他介紹女生給他 他就跟那些女生說說 我要娶妳 怎麼可能會有娶妳 太可怕了吧 見面都沒有見過面 你是在開玩笑嗎 阿德 開玩笑 對啊 有什麼不好好跟人家認得 對 不是不認真是 因為我跟他不認識 然後我想說就是要先開玩笑 先利益留益 可是我不知道我開了玩笑 他就不理我了 你不認識他 他就說 我想娶妳 人家當然不會跟你作為 我不是直接講說我想娶妳 可能前面就是 開了一連串的玩笑 所以我覺得他都覺得不好笑 然後我想說 那這個會不會比較好笑 結果人家就... 這個真的不好笑 其實你要講笑話是這樣 講笑話一定要帶有一點顏色 那個笑話才好笑 那個笑話才高級 你沒有顏色就不好笑 所以常青大哥 你可不可以示範 不要太低級的笑話 我太多 很低的 很low... 有沒有是可以播但是... 不可以播的 都是都很好笑 這超級好笑 你要講一個不可以播的嗎 你看他費益心 通通是我徒弟耶 真的嗎 你講給我聽 不行啦... 沒關係 我們會幫你剪掉 不要... 他真的很愛... 很愛吃 趙晃鳴 假扮汪建民分身 何兆千平將要來 我很想演... 就像那個變態唱 對 或者是演那個... 就是警察 有人在路上就想說 我以為他們認出我了 他說 你是那個... 汪建民嘛 我說... 不是 你就是鐵頭啦 對啦 有汪建民嗎 我跟妳拍過照 我沒辦法還是沒辦法 以汪建民的分身嗎 對 以前... 因為他借人了嗎 借人了 告錢 我還是敲一下 就敲一下 你... 看誰來了 前五棟都演過我爸爸 對 你們倆不要互動 一互動就養老院嘛 沒有... 不是 你們一互動就養老院的氣氛 馬上來 北安 你教過很多表演的學生吧 所以像召喚獸這樣的小朋友 他們因為某一個特定的角色 紅了 可是不一定是適合各式各樣的 表演的工作 你還會鼓勵他們繼續演嗎 會耶 我會鼓勵他們去嘗試 各種不同的東西 因為其實演員最好玩就是 希望能夠演不同的角色 所以即使是小花這樣 你都會覺得他可以去演殺人狂 或什麼這些 我可以試著看 小花超像殺人狂 對啊 他其實外面長什麼樣 裡面什麼樣 是一個反差還滿好的 OK 所以如果阿德想要不再當處男 你要怎麼教他 這個我不會 很常聽他 像那個鄧志宏大家認識吧 認識 對啊 他到現在還是出人 什麼 你說賦予大師 對啊... 不會吧 賦予的 他以前都跟我一樣嘛 但我們作秀都在一起嘛 我們主持 是喔 他是我都找他 就當我的partner 然後我一直問他 今天還出人 還是 都沒有耶 你都沒有教 沒有啊 跟他一樣 跟女生談話就說要娶人家 哪有那麼好的事情 我們交女朋友一定要真誠 很真誠 很真誠 很真誠好不好 我真的很真誠 因為這樣 開玩笑就開玩笑 真的要交女朋友 所以長青大哥 是只有一個老婆嗎 對啊 現在 張浩銘現在 如果其他方面的投資OK的話 就不一定要演戲對不對 其實演戲 我覺得是興趣啊 那我也想說就是交朋友 認識很多大明星啊 所以就是本來 現在很認真在演 那之前就覺得 反正就是Part Time嘛 我不一定要靠這個賺錢 可是演出覺得是真的還不錯 還滿好玩的 你現在還會希望 演到很有深度的角色嗎 想啊 我很想演 就像那個變態殺人狂 對 或者是演那個就是警察 有人在路上就想說 我以為他們認出我了 他說 你是那個汪建民嗎 我說 不是 我說你是鐵頭 你演那個鐵頭 你是靈異世界那個 我說我不是 我是金寶山 你就是鐵頭啦 對啦 你汪建民來 我跟你拍個照 我沒辦法 我還是得跟他拍啊 你汪建民的分身嗎 對 還滿像的 你不會還簽名了吧 簽什麼 要簽...我還是千望建民 瓜哥被... 任偽造 對 我是千望建民啊 沒辦法 所以最後問錢爸 你覺得錢爸還想要演戲嗎 我覺得他還是想演 錢爸還想演嗎 對 會不會覺得累啊 沒有... 你現在如果碰到台詞很多 要記台詞不會辛苦嗎 有一個電視台 我現在在演他的 他們那個總策劃 還特別把我找那個電視台 要跟我見一面 為什麼呢 製作單位說不能找錢爸 太老太倉老 體育多病 然後那個策劃特別把我找去 見一面 說太好了 我要謝謝那位策劃 所以我再演下去 很舒服... 我的職業 我的工作 你喜歡 對 要做... 所以你覺得小朋友們 如果覺得有樂趣 就應該一隻眼下去 好好做... 這段過程不容易 會不容易 那常青 常大哥他也應該了解 但是沒有關係 會過來的 好好做 真的 好啊 是... 我跟他對戲還對得滿多 他的台詞真的好 從來不會忘記 什麼忘記 沒有 對他來說沒有 這兩個字沒有 沒有忘記 喜歡這個工作的話 是一個很棒的工作啊 對... 謝謝八位告訴我們你們的故事 謝謝 謝謝 謝謝